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从出闻噩耗的那种抗拒 到之后这倒无法避免的 绝望 煎熬 真的是煎熬 癌症缠身 生死未卜的患得患失 所以从一开始 我就想极力地隐瞒 想自欺欺人地去逃避 我们都害怕失去 但是到最后呢 也只能 眼睁睁地失去 但是幸运的是 我遇到了 非常负责任的医生 我也遇到了一大群 热爱生命的抗癌的同行者 而最最重要的是 我遇到了一个像 天使一样的女孩 谢谢 谢谢 她没有钱 也没有房子 化疗那么那么痛苦 可她依然在帮助身边的人 在关爱身边的人 她依然陪在我的身边 带我开心 给我加油打气 也许我失去了我的事业 我也失去了曾经爱过的人 失去了我的长头发 失去了作为女性的身材 但是那又怎么样 我还活着呀 我拥有了从未拥有过的 真心的朋友 我拥有了有温度的爱和关心 我觉得这才应该是 这个人世间最美好 最真挚的情感 这一切都因为熊盾 而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这段时间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 熊盾 你才是我的天使 我下头是我的天使 我是我们的不幸 小吴